我这个楼是跟万诚公司签的 就是他说叫李慧勇 咱不认识 李慧勇是跟边签案签的 除了这个公司吧 他这个万诚公司 现在在2012年只要是吊销了 差点还挺合法的 咱这管制生效的判决 已经这个案子边签还签一签 并且这楼被案在李慧勇名下了 所以他依法进行派卖要事了 所以说现在都已经成功 成功你这东西啥 我给你没动用 我给你保重库房的 一月之内上的休息 这现在到你家栽房的地方了 你能回来不 我给现场打工的不行 它现场的 我还回有的现午 那现午不行了 那我今天的藏房 必须把你这个栽的开除 正常开除 给你那个东西都放在库房里了 那你就正常开吧 那没有别办法 我会有的现午 那好了 那么这名案外人是谁 他又跟这起案件有什么关系 记者也跟法官进行了了解 这个案子是原告叫李慧勇 被告边庆安和那个辽东县综合房产开发公司 欠款是96万元 据了解 李奎勇与边庆安在2014年7月14日的时候 双方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1.5万元 约定利息5分利 预扣月息5万元 双方约定于当日 边庆安将开发建设的新兴市场三处门市 被案在李奎勇名下 但借款后 由于迟迟联系不到边庆安 无奈之下 2019年李奎勇一致诉状将其告上法庭 最终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判决 将被告边庆安 辽中区房地产综合开发的 位于沈阳市辽中区 湖西街道东环街10-3甲网点 08-09-103号商业网点 归原告李奎勇单独所有 但判决下来后 边庆安不仅对生效的法律文书不理不顾 而且还私下将三处门市私自出售 得知这一消息的李奎勇 也是第一时间 向辽中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让执行法官没有想到的是 在拍卖期间突然出现了三名案外人 经过执行法官调查了解后 得知被执行人边庆安通过个人公司 沈阳市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将该三处门市进行了出售 这才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一人在那个拍卖期间嘛 一人提出了那个执行一 法院依法驳回了 驳回之后 他又对这个一不服就提起了一之处 一之处也派输了 所以他就是稀有不堪占领房的一人 稀有不堪说啥呢 他就辞职不搬钱 经过几位沟通严明不搬钱 晚上咱三月二十三年三月十九号 给下一个搬据公告 就说你拘捕藤房的情况下 你和我致富 无论室内物品咱给你保存 一个月之内陷阱领取不领取 事为放弃 并且根据你的情节进行的罚款拘留 鉴于法律的威慑 其中一名案外人表示 愿意配合法院执行 那么屋内现在又是怎样的状况呢 执行法官决定强制开锁查看屋内情况 进入现场后可以明显看出 这名案外人已自行将房屋腾空 从第一处门市出来后 执行法官也是紧锣密鼓 将第二处房产进行开锁清空 但谁承想这锁开了一半 这处门市的案外人回来了 照着了吧 照着我去修那啥去 我去修那啥去 这边都有照 是不是回去了 进屋后执行法官耐心细致的做思想工作 告知其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这名案外人表示自己愿意配合法院执行 但这口气自己实在咽不下 我这个楼是跟完成公司签的 就是他说的叫李慧勇 李慧勇是跟别人签的 他这个完成公司现在在2012年 只要是丢销了 差点还是合法的 本着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执行法官再次向案外人释法明理 耐心劝导其主动履行腾房义务 咱们这管制生效率判决 已经这个案子边天上签一签 并且这楼被案在李慧勇名下了 所以他依法进行派卖的事了 所以说现在都去腾空 腾空你这东西啥 我给你保住裤房里 一月之内上来求 听明白吗 那需要啥的哪种需要搬呢 咱们搬走 这不都我都护装的吗 那没办法 那没办法 那我还执行人当时 这样玩意叫我打官司 你可以告啥赔偿 我烂丁八糟的 告偏心还是告谁 你还有有官司 你把这个 你把他也给你录像 随后执行法官也对屋内基本设施进行了检查 在征得案外人同意后 搬家公司开始有条不紊的将屋内基本设施搬离了涉案房屋 经过一上午的时间 执行法官也是顺利将三处房产腾空 并顺利交接完毕 三处房产因为流牌了 流牌经过一次排卖二排卖 流牌咱进行了一次变卖也没买 申银同意以这个流牌价接收了 八十万多接收的 我剩下违换 违换还上了命运执行 准备啥的有财产居执行